荣耀 国际排联年终总结点名朱婷 出国进行手术关键点曝光 12月24日 国际排联进行2021年终总结的时候 谈到了东京奥运会 其中朱婷被点名 他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棋手 以跆拳道的赵帅一起引领中国队 进入到奥运会主体育场 荣耀时刻 当时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双棋手的选择 其实朱婷是最没有悬念的 因为不论是荣誉 成就还是赛场内外的人品 朱婷都是中国体育的骄傲 比肩姚明 李娜和刘翔这些跨时代的巨星 即便是有伤病 朱婷在奥运会的进攻效率 依旧是全队最高的 他忍着疼痛 带着发子的手腕 还在坚持大力扣球 令人动容 如今的朱婷没有报名新赛季的排超联赛 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出国进行手术 此前朱婷直播的时候就表示 自己的手腕一定会进行手术 因为没有报名排超 也没有比赛任务 所以朱婷的生日很少见的在家里进行 据悉 排协对于朱婷的保障也是很到位的 他出国进行手术和恢复 会有团队跟随的 毕竟朱婷是中国女排的队长 也是中国女排崛起的关键球员 需要保障到位 安心养伤 这点和奥运会前一年 进行手术的国拼队长马龙有点像 都是在国外进行手术和恢复 恢复的过程要比手术难度高很多倍 朱婷也坦言自己恢复的时间 是在半年或者半年以上 至于能否赶上杭州亚运会和女排试锦赛 相信对于朱婷来说 并不是最为关键的 也希望接下来的朱婷可以好运 力争尽快手术 安心恢复 争取到了明年以最好的身体和竞技状态归来 率队在大赛中取得好成绩 一扫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中的低迷 一扫东西